大家好,我是Aman 今天對老婆走到車工廟站吃豬肚雞 眼前在順德宮廣東豬肚雞 之前跟老婆吃飯在 KK TIME 在時 當時看到他們的飯點前和飯點後都排了長路 所以今天索性出來車工廟站他們的總店 試一試 在門口光眼位置就看到他們的獎項 在餐廳中間位置有隻大金雞 另外呢,很特別哦 這裡有精釀啤酒 果然是總店 地方大很多 另外現在六點鐘 人還是...不是很多的 廣東特色美食 進來看看餐牌之前 看到宣傳單張 連續七年,第一名 先看看菜單 標明是用一部肚雞 一號肚雞在超過市場買到很貴 還有是海南紅土地的白胡椒 幸福豬桃 順德宮在深圳 我看到也有很多年了 應該有十年以上 看看這個價錢 最後看到他們的簡介 本土牌子 只是去直營店 沒有監營店 三號肚雞 生蠔到了 都幾大隻哦 這個 很多汁水 很飽滿 爆汁裡面 雞就好了 這是我們的豬肚子 雖然會試湯 先喝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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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重口味的 桌面就已經有另外一瓶 海南紅土地白胡椒 可以自己再加 煲仔飯到了 這個煲仔飯跟外面有點不一樣 就是加一個鹹蛋黃金沙 放下去金光閃閃的 這碗來講,我加完豉油 會先焗一焗飯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跟我同樣的做法呢? 熟了一會兒,現在服務員幫我 哇!有飯焦啊!有飯焦 好!有飯焦就夠香 終於到齊了全家福 這次叫了蠔啦,老婆想吃這個毛蠔 蝦滑 還有牛肉 這個是燕切牛肉 跟著加上之前的魚皮餃 好啦!煲仔飯 都到齊了 可以開餐開餐 先試一下竹生 那些竹生很厚肉 蘸一些蒜蓉辣椒 嗯!口感好棒 夠口肉 又夠爽脆 然後吃下這個 1號土雞 看這個皮 夠厚 網絡粗好吃 這個雞不錯 到吃豬肚雞的靈魂 這裡的豬肚處理得不錯 它的口感軟硬即中 不會說咬不動 也不會說沒有口感 煮仔飯 豬肚雞最佳答案 放了一會兒還是脆的 還有酸酸鹹蛋黃味 現在準備要加牛肉 放下去多幾新鮮 放下牛肉 放下牛肉 放下去就可以了 出來休息一下 我現在看到7點 7點已經等了 大家如果過來吃飯 在萬市 最重要是先訂桌子 我又把那個訂桌子 放在片尾 大家留意一下 牛肉就煮好了 這碗是我老婆的 拍給大家看看 好看 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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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隻 皮很彈 很彈牙 五個五個吃了第三碗煲仔飯 這條牛腸用得不錯 沒有怪怪的味道 說回一個小貼士 我個人來說 覺得他有飯 可以加點油增加濕潤度 和口感都不一樣 我剛剛在調味桌上用花生油 加多一點醬油和蔥花倒進去 再混合一混合 整個味道可以再提升一點 雞肉和豬肚差不多吃完了 現在剩下黑虎蝦滑 和一半的毛肚牛肉 看黑虎蝦滑 看真點 看真點 服務員幫我下火 等一等他先 這個蝦滑上面加了一些魚子 吃下去應該會口感不一樣 應該會有些爆開口感 魚子爆開 嘗試一下這個蝦滑 很難夾啊這個 要捉住 因為很淡 很淡 吃下去呢 有兩種口感 蝦滑的彈性 還有魚子 又有薄薄脆的 很特別 今天吃得很乾淨 最後給大家看一下 訂台電話和二維碼 可以加他們的微信 訂位留住 這裡的食材真的不錯 我老婆所以吃得很多 接下來就是聖誕節假 我妹妹都會上來吃飯 我都會推薦過來 試一試 或者我直接帶她過來吃 這次的影片就是這樣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星期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